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完之后 你我主仆的勤奋也就尽了 肃静 你心里所求的东西并不是人人都想要的 做审仙还是不要太聪明的 而且这后宫呢最几乎热闹 我看这两个小仙鹅也是心自太活泼了去 恐怕不适合这份禅师 不如你们挑剑挑剑 帮他们另某份禅师吧 是 三百年前 本上神经历情节 丢了双眼睛在这儿 今日想起来便特意过来去 我在下凡经历情节的时候 那肃静趁火打结了一双领节 现在我的节也例外 我那眼睛放在他的眼眶里 好像也不是很合适 他仰着我的眼睛应该也不是很刺激 我是不是该去讨回来 皮相对东西呢 当初我既给了一遍 便不负贪 如今 我看你带着这张颜色 我真的会太顺心 凡人都不负责 神仙又责 只因我三百年前化身了一不凡 拥抱了血 就折许你这个小神 先来夺我的短级 宽我跳诸仙台吗 找哲言做什么 我之前扩同你玩笑话 你真以为这四海八峰 只有哲言会这一容万年的法术 老身不才 过去七万年你无所事实 顺便精通了这一颗法术 看来你是不忍心自己亲自动手的 本上神近来人逢喜事 酒喝得多了些 手可能有点短 弯的时候会有点痛 你多担待 你若真的要剥皮抽筋 你不该带着这一盏的去剥皮抽筋 我的眼睛放在你那儿 放了三百年 怎么就变成你的东西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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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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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